男人即将被注射死刑 罪名是谋杀便利店老板 但他却坚称自己是清白的 即使被皮带死死绑在手术台上 芬奇仍旧拒不认罪 死者家属瞬间暴怒 已经有目击证人证明 就是芬奇杀害了自己的父亲 他为什么还不愿意承认事实 最终庭长决定实施麻醉 液体缓缓流进手臂 芬奇崩溃的祈求不要 他没有伤害任何人 就在这时传来一个声音 女律师惊愕地看着这一幕 庭长气愤地接听电话 助设计完全无法运行 他们只能延缓这次死刑 芬奇不由松了口气 男人简直不敢置信 竟然让这个人渣活了下来 由于技术原因出错 他很有可能会缓期执行一年 这样就有时间尝试另一次上锁 但芬奇满脑子都在想那个声音 丽兹疑惑那是什么 作为唯一一个相信他的人 芬奇说起 有个女人低声说着时候未到 丽兹认为是巨大压力之下的幻听 世界上并没有什么守护天使 庭长推门走了进来 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再来一次 芬奇终于绷不住了 这又不是开盖油讲 他可不想再来一次 即使丽兹提出延缓死刑 但庭长坚持继续执行 他们已经弄来了一台全新的设备 芬奇只能来到手术台前 场外仍然是那群熟悉的面孔 男人只想看着他死 芬奇不停默念不要发声 空灵女声响起 她精神恍惚地从地上醒来 庭长接到紧急电话 大楼某出漏电失火了 他们必须启动疏散程序 芬奇再次逃过一劫 消防车开到监狱里 围观群众态度转变 一定是上帝在保护芬奇 让他免受两次死亡 这证明他是无罪的 众人喊起拯救芬奇的口号 这件事第二天就上了头条 新闻舆论开始倒向这边 芬奇一整晚都没有睡觉 全国的死刑犯那么多 为什么这个人是他 不只是因为自己是无辜的 肯定有某种原因让他活下去 芬奇有种奇怪的感觉 这不是政府的判决 庭长依旧照常执行死刑 只不过换成了电刑 他拥有最后供数的机会 芬奇看着眼前熟悉的几人 催促着赶紧开始 见他如此嚣张的态度 工作人员瞬间拉开电闸 室内顿时火光四溅 整个系统集体短路 庭长急忙让人关闭电源 这怕是柯南都要不了他的命 芬奇见自己真的免除死亡 顿时激动地放声大笑 他从此开始放飞自我 不仅晚上睡了个好觉 还在牢房里抽起了烟 丽兹认为只是巧合 可他却自顾自吃起了早餐 完全没有害怕的模样 丽兹看着在纸上画的天使 那是芬奇上次电行时看到的 虽然只是一闪而过 但他看到了那双翅膀 这就是自己的守护天使 丽兹不想再听到这种言论 他们一会有场新闻发布会 证人愿意撤销证词 芬奇需要表现得像个清白的人 不谈及守护天使的事情 或许他可以免除死刑 芬奇前脚刚答应下来 发布会上就证实了天使的存在 坚信无辜者将被释放 发布会就此结束 芬奇打响了自己的知名度 或许可以成就一番事业 可就在这时 男人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就要扣动扳机 警察急忙上前将他控制住 芬奇愈发相信天使的保护 声称没人能够杀死自己 此时 他被带到了法院 脸上满是笑容 芬奇没有计较男人开枪的事情 只希望警察能找出真正的凶手 而庭审还没开始 他已经准备撰写自撰 并展开全国个人演讲秀 丽兹都无语了 这还没得到无罪裁决呢 芬奇却想把这个启示公之于众 丽兹觉得这都是运气和巧合 即便他一直在场目睹 还是不相信什么守护天使 此时法官经过陪审团的裁定 一致认为芬奇无罪 受害者家属情绪崩溃 他终于放下心来 外面已经挤满了记者 他已经恢复了自由之身 可以准备借助天使大干一番 丽兹瞬间意识到不对劲 他之前说过 从没进入过那家便利店 芬奇表示确实如此 他一开始也不想杀那个老头 可他不愿意把钱交出来 丽兹不敢置信他一直在说谎 芬奇坚持认为自己没错 那个老头必须得死 不然他无法意识到这股天命 可他确实是杀了人 破坏了原本完整的家庭 芬奇却没有一点悔恨之心 他看了眼窗外的记者们 自己正是事业发展阶段 远没有到那个时候 紧接着快步走到门外 享受着闪光灯和掌声 众人无不为他欢呼喝彩 走过几次鬼门关之后 他回想起种种经历 从第一次被绑在手术台上 再到电刑也奈何不了自己 最后男人眼睁睁看着 杀父仇人无罪释放 这都归功于守护天使 只要活着 一切皆有可能 丽兹急忙冲到面前 整个人直接愣在原地 芬奇被一座雕像活活砸死 真理和公正紧密相连 他到死的那一刻才明白 不是不报时候味道 这并不是什么守护天使 而是一个复仇女神